王一博是一个难得的布装的聪明人,赵丽颖春晚表演曝光,穿蓬蓬裙站在边上,和朱一龙隔开距离。 王一博虽然说话不多,但是你看他各类视频你就能发现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聪明人。 这么聪明的人居然还这么年轻,居然还这么好看。 难怪王力宏都要说他很了不得。 我来来去去喜欢了那么多明星,他们基本存活率只有几个月。 我更多的是喜爱他们的角色。 但王一博非常特殊,我就是喜欢他本人。 尤其着迷他的个性。 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角色让我觉得很满意。 在演绎的生涯里,还没有遇到那个真正属于他的角色。 王一博的聪明是很内敛。 为什么有的人聪明反备聪明物? 就是因为他让自己显得太聪明。 聪明到让人不舒服,或者聪明到太张扬,或者聪明到让人忌惮。 而王一博的聪明,分寸恰恰好。 他知是古而不是古。 他看问题准确并且有认自知之明,共情性很高。 很多次都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。 比如他在跳女团舞的时候,他会对队员们说,我是男生,你们那是要跳的,比我更。 屁股要翘的向后一些。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,我也不喜欢,可是没办法,毕竟你们是女团。 请问这么高的共情性,这么赤诚的交流,谁还会不喜欢他? 在很多次的对答中,你都能看到王一博这种极其聪明的交流方式。 他能够有今天,同他的个性是有很大关系的。 我们的出身决定着我们的性格,而我们的性格决定着我们的命运。 二者相辅相成。 30岁之后的王一博应该可以在格局上更上一步。 他现在已经在自己的行业内做到了顶流,未来以他的性格应该要尝试更多的方向,未必会把娱乐圈作为自己主业。 他是想成为王的男子。 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各位演员们的圈外表演了,在昨天晚上就正式公开了春晚节目单,赵丽颖和朱一龙,王俊凯,玉可为他们四个演唱的歌曲也是压轴节目。 由此可见他们几位的人气真的很高哦,赵丽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春晚,但是表演能力还是不错的。 这一次他也是以歌曲为主,之前他还调侃很想要出专辑,现在终于可以在舞台上圆一把把唱歌的梦了。 这几天大家都在猜测赵丽颖会穿怎样的礼服,出场之前曝光过一款黄色的晚礼服,但是在春晚进行时的时候就已经正式亮相了, 而之前也曝光了一款红色,但是在昨天晚上采访的时候也已经正式公开,所以大家都在猜测他会以怎样的想象出场呢? 而就在刚刚网上也曝光了一组赵丽颖在除夕晚上表演的节目。 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蓬蓬裙,中间还有一个红色心,整个人显得就像是小公主一样特别可爱。 这是赵丽颖表演节目第一次曝光,而站在他旁边的是王俊凯,并不是朱一龙哦,大家都在疑惑,为何不是两位女孩子站在中间呢? 看到在唱歌的时候,王俊凯和雨可为在互动,但是赵丽颖站在边上独自唱歌,并且和朱一龙也隔开了一定的距离,应该也是为了表演内容的需要吧。 而且在表演的整个过程中,赵丽颖唱得非常认真也很卖力,而几位领导戴着口罩在台下认真观看,这几次彩排,大家都是无比的认真和投入,希望在正式表演的时候,能够带给大家很多震撼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